日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度过了100岁生日,生日会上的杨老先生神采奕奕,思维也很清晰,让人一改百岁老人的固有印象。 而此前,一次媒体采访,杨老先生还表示,我要活到108岁,相信这个目标对杨老先生来说是完全可以达成的。 那么,杨老先生到底有什么长寿秘籍呢?今天就给大家揭晓,如今100岁的杨振宁,有六大长寿秘籍。 一,读书的作用胜过保健品,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看点书,我觉得读书带给我的好处,不仅是增知识,长学问,还起到了防治疾病的作用。 因为读书可以静心,而心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长寿之道。 当然,这个静指的是适当运动和甜静养心相结合,而不是让你一直坐着不动。 二,拥有一个好心态很重要,心态的好坏,对寿命也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有留意,你会发现那些长寿的老人,基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心态好,不会斤斤计较。 而我此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至今这么健康,除了医学技术先进外,良好的心态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心态可以决定人是否长寿,虽然它不能占所有的部分,但多少都会影响身体健康以及病情的发展。 曾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名被确诊为癌症的患者,因为心态非常好,延长了二至三年的寿命。 即使对于身体健康的人群来说,如果时刻都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身心放松压力变低,有助于提高生活幸福感。 还有调查发现,90%以上的长寿老人都有积极的情绪,开朗乐观,心态平和,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等。 三,三餐外也会少量进食,我每天三餐都会按时吃,然后除此之外,每隔二至三小时也会少量地吃一些东西,以此将血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畴,至少能保证身体能量供给。 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习惯,能够一点点地决定身体健康。 如每天少吃一口,特别是一日三餐,你每餐都吃几分饱,曾经的九分饱,十分饱,极有可能变成今天的肥胖,或者是慢性疾病的发生,从少吃一口做起,帮你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 多喝一杯水,人体有50%至60%都是来源于水,水是生命之源,可太多人因为身体经常缺水,导致嘴唇干,皮肤状态差,头发干枯,皱纹增多,体质变差等。 四,从来不乱吃药,很多人身体一出现毛病,不管大病小病,有时候一点头痛,脑热,就会去买点消炎药之类的药物吃。 而我从来不这样做,因为乱吃药的后果,我受不起,后果轻的话延误病情,耽误治疗,而重的话又会引发其他更多的健康问题,何必呢? 如果真的有病,还是找医生比较靠谱。 五,母亲遗传了好基因,基因也是决定寿命的一个要素,我爷爷叔叔父亲都患有糖尿病,但是我的母亲给我带来了好基因,我的兄弟姐妹包括我,没有一个人的糖尿病。 我母亲的爷爷有六个兄弟姐妹,各个都长寿,最短的都有八十多岁,所以我想我的母亲遗传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基因。 六,每天坚持走路,从六,七十岁开始,我每天就会坚持走路一小时,即使到了现在,也仍每天煮着拐杖走十分钟,自己能感觉到这十分钟给我带来的好处,因为走三四分钟左右,就能感觉到下腿变暖和了。 对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很有帮助,九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有这几个共同特征,你占了几个。 而关于长寿,一直是比较受人关注的一个话题,美国与欧洲相关机构曾对各个地区的长寿者做了一番调研,发现九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存在以下这些特质,吃药情况,没什么大碍,一般不会瞎吃药, 一辈子的用药总量要远低于平均水平。 营养状况,比较注重饮食搭配,荤素搭配合理,饮食在营养的基础上尽量清淡,并尽可能地保持多样化。 作息习惯,基本上都属于早睡早起的类型,很少熬夜。 睡觉时长,一般可保持在6至7.5小时,比较固定,不会一会多一会少。 运动情况,每个人虽然从事的类别存在很大的差异,但都能坚持,而且大多都喜欢户外活动。 想要长寿,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关于长寿,男女的短板各不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带领其他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我国2178位百岁老人的基因组数据,最终发现,男女之间虽然都有11个长寿基因位点, 但是侧重点不同,男性更侧重免疫、炎症反应方面,而女性更侧重代谢通路方面。 所以,养生保健的方向也不同。 一,男性,50岁以后,开始增强免疫力,亦拥有健康睡眠。 这一点很重要,只有先让自己休息好了,人才有更多的精力,更强的免疫力,从而尽可能地抵抗疾病的侵袭。 因为充足的睡眠可提升血液中的T、B淋巴细胞,而这两大细胞是人体内免疫力的主力菌,建议最好23点之前睡觉。 二,补充维生素。 维生素是人体不可少的一项营养元素,有代谢调节,预防坏血病的作用。 而不同的维生素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如维生素D可促进钙质吸收, 维生素可保护势力,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其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丰富。 每天摄入量建议,蔬菜500克,水果250克。 三,每天运动30分钟。 锻炼是一种极好的强身健体的方式。 有研究发现,每天如果可以坚持锻炼30至45分钟,坚持5天,持续3个月后,人体内的免疫细胞数目可大幅度提升,抵抗力也增强,所以鼓励大家多运动。 运动方式可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游泳、慢跑、打篮球或羽毛球等都可以。 二,女性。 40岁后,加强代谢能力,亦坚持有氧运动。 随年龄增长,女性到了40岁以后,身体代谢能力也会变弱,所以此时提倡进行有氧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代谢能力,像游泳、汽车、健步走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23点前入睡。 充足的睡眠对女性来说也同样重要,因为此时人体器官经过了白天一天的辛勤工作, 此时如果还要熬夜加班,很容易被透支,尤其是肝脏。 熬夜可导致体内的脂质不能很好的代谢消化,从而引发肝脏疾病,影响人的寿命。 所以,也最好在23点以前入睡。 多睡一会儿,不要小看睡觉的作用。 目前,已经有研究发现,如果连续三天晚上睡眠不足,集体免疫力功能就可能降低到一半。 而我国成年人几乎都达不到健康的睡眠标准,即7至9个小时,导致生病概率增加。 长寿是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很多人却只是嘴上说说,一点行动都没有。 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选择,而且也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所以,活在当下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最便宜的长寿药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那就是喝水。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喝水。 谁也是最好最廉价的饮料,但是很多人对此并不以为然。 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我们身体当中的任何新陈代谢都离不开水分的参与。 而我们的人体大约70%至85%都是油水组成的。 所以在平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喝水量,才会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生活当中很多人没有喝水的习惯,只有等到自己非常口渴了,才会想起来去喝水。 而那些不爱喝水的人特别容易引发一些便秘,血粘稠,皮肤干燥的情况。 所以说想要身体健康,每天保证充足的水量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喝水也是最便宜的长寿药。 虽然白开水普普通通,不如枸杞水,红枣水这些自带功效,但它不含热量,不刺激肠胃。 其实喝水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只有喝对了,挑对时间喝才会对健康更有好处。 晨起喝白开水,能通便。 早上起来,经过一晚的睡眠,身体代谢了不少水分。 这是喝450毫升左右的白开水,不仅能帮助排便,养护血管。 对预防感冒,咽喉盐和某些皮肤病也有一定好处。 第二,洗澡前喝白开水,护血管。 洗澡时皮肤会排汗,导致身体湿水。 如果不及时补水,很容易出现低血压的状况,引起头晕,虚脱,昏倒。 身体一下子丢失太多水分,还容易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 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还会有发生脑梗和心梗的危险。 而洗澡前喝一杯200毫升左右的白开水,就可以为身体储备水分,以便洗澡之需。 第三,睡前喝温开水,防痛风。 冬季很多人都会开着暖气睡觉,这会让室内空气越来越干燥。 而睡前喝杯白开水,则可以滋润呼吸道,对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再者,痛风多在夜间发作,睡前喝杯水也可以减少尿酸浓缩,进而预防痛风发作。 看到这,很多人可能会说白开水对身体有这么多好处,那是不是可以随时喝? 其实不然,白开水虽然养人,但也得挑对时间,否则养生不成反伤身。 首先服用某些药物时不能多喝水。 大家都知道吃药时要喝水,但是一些药物比较特殊。 多喝水不仅会降低它的药效,还可能诱发药原性疾病。 比如很多治疗胃溃疡的药物,要么是直接吞服,不喝水,要么是嚼碎,干吞,或仅需及少量的水供药物吞下味。 因为这些药物入味后,会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覆盖在受损的胃粘膜上,以保护以受伤的胃比。 还有一些止咳药,为提高药效,止咳药特意制成较粘稠状。 为的是服用后药物能粘附在发炎的咽喉部,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从而起到消炎,治疗作用。 如果多喝水,会把粘附在咽喉,气管部位的止咳药物的有效成分冲掉,降低治疗效果。 总之,药物说明书上通常都有详细说明,服药前因详细阅读,按要求服用。 其次是运动时或刚运动后不能喝太多水。 很多人运动之后,都是蹲蹲蹲猛灌水,但这样真的很伤身。 运动时,各器官的功能状态发生调整,与运动功能相关的器官。 如心,肺功能加强,而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相对减弱,为排空速度降低。 所以,此时大量,快速地饮水,容易造成为内水滞留,从而引起胃长、胃痛、恶心等不适。 肾脏和心脏的负担也会加重。 而且,出汗时那会随汗液流失。 如果大量喝水却不注意补纳,就容易引发低血纳症。 严重的低血纳可以造成脑水肿和肺水肿,损害脑和肺的功能,造成死亡。 所以最好在运动前一到二小时喝400到600毫升的白开水。 分次喝。 运动过程中,如果觉得口渴,可以每隔15到30分钟补业100到200毫升。 以上是关于什么时间喝水比较合适。 那么在喝水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首先一般情况下,正常成人每天生理需水3000毫升。 通过食物,如菜、汤、水果摄入约1000毫升,其余需要靠喝水来补充。 也就是说,成年人平均每天需喝2000毫升水左右。 此外,运动量大,出汗多等情况下也要多饮水。 其次喝水时,水温别太烫,喝水也讲究温度。 太冷不行,太热更不行。 常喝太热的水,特别伤食管,严重可能致癌。 如果水温太低,则会刺激肠胃,引起胃粘膜血管急剧收缩,容易造成肠胃不适。 甚至腹泻,尤其是肠胃本来就不好的人,简直是自己找罪受。 所以建议天热时,水温可与室温相近。 天冷时水温可稍高点,但不宜超过40摄氏度。 喝钱先用嘴唇抿一抿,感觉不烫口再喝。 白开水虽被称为常寿水,但是饮水时也需要注意以上事项才能身体健康。 其实说到常寿,乃是千百年来人类探索和追求的目标。 大家知道佛教追求解脱,不追求常寿。 可是偏偏向佛的僧侣,居士多高寿。 僧人多高寿,有许多人以为他们有什么法力和神通。 其实,僧人也是人,他们的长寿也遵循着科学的养生之道。 他们是如何达到严年益寿的。 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规律去分析,可以给人很多有益的启示。 素食文化 佛教教义有不杀生的戒律,同时汉传大乘佛教严禁吃荤心。 其中荤是纸蒜、葱、韭菜等气味强烈腥臭的蔬菜。 心指一切动物的肉。 从梁武帝七开始,中国大乘佛教的僧人吃食就以素食为主,几乎与荤菜断绝。 他们的主食以粗制谷物。 米面、豆类及鼠类为主。 富食多吃蔬菜、瓜果、菌菇、笋类等。 这些食物是蕴含大量丰富的维生素、植物蛋白、淀粉、纤维素的素食,可以有效地预防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三高和其他老年常见的关心病等病症。 通过科学检测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以素菜为主,摄取低热量食物,合理搭配饮食,对于人的养生异兽,是极有好处的。 二、五戒约束。 中国大乘佛教中的五戒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 这五条戒律,直接或间接地对人起到了一定积极意义的约束作用。 有助于养生异兽,对于饮酒,饮善正药,有盐,少饮为佳,多饮伤神损兽,义人本性,其毒甚眼,醉饮过度,丧生之源,物无美恶,过则为灾。 饮酒若少量地饮饮,或许可以畅通气血,放松心情。 但若是过度饮酒,就会导致人的肝脏不堪重负,疲于排毒,穷于应付,必然使人诱发溃疡病,肝硬化等病症,甚至还会使人记忆力衰退,进一步地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工作。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导致事业不成功,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可谓因小失大。 佛教强调的不邪淫,对于控制人的信誉,绝不纵欲无度,也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借除纵欲无度,有助于保持清心管欲,与世无争的心境心绪和良好的状态,有效地做到控制信誉和各种欲望的膨胀,并不是一时。 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的帝王将相,因为纵欲无度,欲赫难填而身患重病,乃至做了短命鬼,凡事都有底线,越界则反受其害,养生的底线贵在信誉,吃食等方面的欲望不得随波逐流,一味贪荒。 三,规律生活,僧人的生活很有规律,总结起来就是晨中木骨,早上五点晨中起床,晚上九点木骨后,西灯休息。 此外,每日的吃饭,诵经,晚课也都在固定的时间,有规律的生活是长寿的根本,起居有长,作息规律,不报引报时,坚持适当锻炼,身体就会处于有活力的状态。 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也都有体会,如果生活杂乱无章,晨昏颠倒,吃饭时间不固定,时不时亡的通宵,就会感到疲惫和劳累,并且抵抗力下降。 一生病,凡是长寿者都有一条共同的秘诀,那就是生活的高度规律化。 另外,汉传佛教曾经提倡一日不做,一日不时,要求僧徒除了念经打坐,还要参加生产劳动,诸如耕种粮食蔬菜,扫地,干水,砍柴,做饭之类,做到动静结合。 章持有非常大的努力,但到最后,这些做法都没有成功,因为长寿不老是不切实际的事情,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逐渐进步,人们渐渐地意识到了长生不老是不可为的事情。 所以,人们会在平时积极地寻求养生知识,想要帮助自己延长寿命。 说起长寿,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运动以及喝水,因为运动和喝水都是帮助人体延长寿命的方法,但其实,真正的长寿秘诀当中并没有运动和喝水。 关键在于以下这四点,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杨振宁的长寿秘诀吧。 1.杨振宁的长寿秘诀 1922年出生的杨振宁院士,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非常良好。 跟七八十岁的人差不多。 很多人对于杨振宁院士的长寿秘诀也感觉到非常好奇。 一说到长寿,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一些能够形成长寿的习惯,比如运动喝水等等。 坚持适当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对于呵护身体健康,维持身体功能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保证体内水分充足,则也有助于维持机体代谢,让身体当中的有害物质顺利代谢排出体外,减轻身体的负担。 虽然说这两件事对于形成健康长寿的体质非常关键。 但是杨振宁教授分享的长寿秘诀是以下这四种情况。 一,家庭关系和睦。杨振宁院士说,和睦的家庭关系对心情的影响很大,只有家庭关系和睦了,做什么事才不会有后顾之忧。 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夫妻恩爱,母慈子孝,尊老爱幼,也会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现在人们变得非常浮躁,很多家庭的关系也不再和谐。 如果长时间生活在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不仅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状况,长此以往也可能会导致人的身体功能出现异常。 所以想要形成健康长寿的体质,一定要尽量维持。 家庭关系和睦或许更有助于保障身心健康。 和睦不是做给外人看的,让家庭成员感到家庭的温馨, 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才是和睦的基本要求。 二,读书胜过保健品。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会通过服用保健品的方式来达到滋补身体的效果。 或许有些保健品的确能够达到养生的作用, 但是大多数保健品可能会伤害身体,因为其中很容易携带激素成分。 杨振宁院士表示与其服用保健品,道不如多读读书,陶也星星。 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度过一百岁生日,说到保养的秘密,他谈到了读书。 他说,读书胜过任何保健品,我非常赞同,我也很喜欢读书,退休后有大把时间, 看了不少书,这里推荐一部分,喜欢的也可去看看,因为是电子书, 所以阅读时间一次不能太长,否则眼睛瘦不了。 当然,也可以听说,在杨振宁看来,书的作用非任何保健品可比。 烦闷时,读书是安慰者,让人处遍不惊,宁静致远。 读书不仅可以增知识,常学问,博学多彩,也可以防治疾病,养得健身。 许多疾病来源于不良的情绪和不良的品行,心静也是极好的养生。 长寿之道。 三,不要滥用药物。 有些中老年人可能存在滥用药物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当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就应该结合以往的经验来服用药物。 滥用药物很多时候可能根本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反而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和影响,所以想要形成健康长寿的体质。 希望你能够避免滥用药物或者生活中。 很多中老年人为了延年益寿,都会选择服用某些保健品。 但是,大多数保健品都含有荷尔蒙成分,久而久之,就会给身体带来毒素,危害身体健康,增加身体负担。 杨振宁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从不吃保健品。 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体有问题,他就会选择及时去看医生进行检查,要及时查明原因并吃药。 四,配合饮食。 杨振宁院士有他自己的搭配食物的方法,基本原则是肉多,粗食细食,往往食物清淡。 杨院士每次吃饭都会细嚼慢咽,仔细品尝每一道菜的味道,对家人准备的每一顿美味都心存感激。 饮食是我们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人们吃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身体获得比较全面的营养物质。 对于呵护身体健康,维持身体功能是很重要的,想要形成健康长寿的体质,也希望你能够积极调控和改善饮食。 尽量以清淡易消化营养均衡的食物为主,更能够呵护健康状况。 二,几个行为,看似正常,实则减瘦。 一,缺乏运动。 有些人并没有养成运动的习惯,有事没事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长时间不接触外面的新鲜空气,不仅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状况,也可能会缩短寿命。 所以希望你每天都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运动。 二,翘二郎腿。 有些人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越好吃的东西越不利于健康,越舒服的姿势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翘二郎腿是一个很舒服的姿势,但是却会导致脊椎变形,也会影响到骨骼的健康状况,甚至会减少寿命。 三,长时间久坐。 有些人的工作性质相对比较特殊,上班的时候可能需要坐在电脑旁,一坐就是一整天。 很少有活动的机会,长时间久坐不仅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状况,甚至也可能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严重的话也可能会缩短寿命。 四,不爱喝水。 为了维持自身健康状况,一定要及时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水分,可是有些人并没有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只有等到口渴难耐的时候才想起来喝水。 如果不能够及时补水的话,可能会引起便秘的情况,也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状况,不利于形成长寿体质。 五,排便用力。 上了岁数之后,由于肠胃功能逐渐走向下坡路,很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用力排便,这很容易导致腹腔压力增加,久而久之也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状况。 想要形成长寿体质,这一个习惯也应该趁早改掉。 六,异常信号不重视。 如果平时存在不良的行为习惯,很有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一些异常的信号,比如消化不良、耳鸣、月经不规律、溃疡等等。 大多数人对于这些情况并不是特别关注和在意,出现了这些表现可能是身体不健康的现象,一定要放在心上。 虽然人类无法真正做到长寿,但是却能够通过好习惯形成健康长寿的体质,让你安稳度过晚年生活, 并且也可以拥有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缠绅带来的困扰。 长寿是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很多人却只是嘴上说说,一点行动都没有。 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行动,跟上言语。 做好上述提到的长寿秘诀,说不定下一个长寿老人就是你。 好了,这篇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志恒相约,每天不见不散,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